12月14日 志诚的一念 尚可体悟佛心 下可发扬人性 多么美好 邪恶的一念 小可败还名声 大可父王家邦 岂可不慎 感应就是天地万物 宇宙众生之间的一种互动 呼应 看到越圆越缺 兴起了岁月的流逝 目睹花开花谢 感叹世间的无常 这都是感应 母子连心 魂牵梦系 这也是感应 经常有人问 念佛 诵经 超度 为什么一定会有感应 所谓心诚则灵 道理是一样的 有个禅师正在开示 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 众中有个轻言不懈地 反问禅师 一句阿弥陀佛只有四个字 怎么有那么大的威力呢 禅师不回答他的问题 只责被他说放屁 青年一听 怒气冲天地指着禅师则问 你怎么可以骂人 禅师平静地笑道 一句放屁才两个字 就有这么大的力量 何况阿弥陀佛是四个字 你说怎么会没有威力呢 其实 有感则应 日常生活中 喝茶解渴 吃饭能饱 只要你留心 何处没有感应呢 闻思修 如果没一颗清静 感动的心 如何能与真理相应 如何能与诸佛菩萨感应到交 每日同一时段 与您相约有声书香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